先我們複習一下極限比較顯定法 假設閃門巡AN跟閃門巡BN它是兩個正向極數 而且呢我們去計算LIMIT N區性無窮大 AN除以BN如果這個算出來的結果是個實數 那其中呢算出來的結果是L 那L是個實數而且L是大於雲的 換句話說就是它算出來極限不能等於零或無窮大 那麼這時候我們會發現閃門巡AN跟閃門巡BN 它是同時收斂或者是同時發散的 好那這個定理的使用方法是這樣 就是說假設閃門巡AN是我們的想要判定的極數 那這時候我們需要去找到一個另外一個極數叫閃門巡BN 然後這個閃門巡BN呢要滿足LIMIT N跟BN的極限 在N區性無窮大極限會等於L且L大0 而且你要會判斷閃門巡BN它是收斂或發散 那如果閃門巡BN是收斂的 那我們就保證閃門巡AN會跟著一起收斂 如果閃門巡BN發散的話 那我們就保證閃門巡AN也會一起發散 好那我們複習一下幾何極數 給一個幾何極數 那如果R小於1的話 那這時候呢 這樣子的一個幾何極數呢 它是收斂的 就公比絕對值小於幾何極數收斂 而且我們會有等比極數的公式 也就是1-公比分之首項 那N用1代入我們發現首項是A 好那接下來 如果我們公比的絕對值大於等於1的話 那這個等比極數就會發散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題目 我們要來判定這個極數 閃門巡BN-1它是收斂或發散的 好那這時候我們可以這樣子看 當N足夠大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的3跟5的N比較起來 這個3應該是微不足道的 那剛剛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當N足夠大的時候 閃門巡N從1到5 它會跟這樣子的一個極數 它會跟這樣子的一個極數 閃門巡N從1到5 它是類似的 好那原因在哪裏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句話 當N足夠大的時候 這個3對5的N來講 它是微不足道的 好那現在我們觀察這個極數 這個極數 這個極數 它是個等比極數 公比是5分之1 那既然公比的絕對值小於1 我們就知道這個極數它是收斂的 好那既然這兩個極數在N足夠大的時候 會有類似的行為 好那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極數也是收斂的 好那現在怎麼做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極限比較有法來判斷 這個極數是收斂的 那我們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這個 也就是說我要把這一個 AN跟這一個叫做VN 兩個相除之後 去計算它的極限 那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來 這個極限算出來會等於1 它是大於0的 再第二個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極數 summation5的N四方分之1 它是收斂的 那根據我們的極限比較檢定法 我們就知道summationAN也是收斂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解答怎麼寫 好那在這邊 我們就取VN等於5的N四方分之1 好那接下來計算極限 那這邊呢 5的N四方-3分之1 它就是我們的AN 那Limit AN除以VN 好那我們可以很簡單算出來 這極限會等於1 好那如果你需要過程的話 就是分子分母同時除以5的N四方 好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這一項它的極限是0了 所以分子分母極限都存在 我們就可以用極限法則 好那接下來這個幾個極數呢 它是收斂的 原因是因為 好這樣寫一下會比較好 原因是因為它公比的絕對值 是小於1的 所以在這邊我們有極限比較檢定法 就知道 好我們想要判定的極數 summation5的N四方-3分之1 它是收斂的 後面就要被 hiçbir斗認 鈍普遍可 bounded